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顺座的旋转方向就是引擎旋转的方向 这里有两大标准 顺时针或逆时针 大多数车子具有逆时针方向旋转的标准 只有少数的车子 例如早期的本田和美国的Chevrolet Coval 具有顺时针方向旋转的标准 如果要确定引擎的转向 则需要注意一些事项 引擎的前端和后端你会分辨吗 当我们检查引擎的前端 也就是皮带轮那端 我们会发现大多数车子 几乎所有的引擎都是顺时针旋转的 而检查引擎的后端 也就是飞轮或变速箱那端 则是逆时针旋转的 这里就是很多人会误解的地方 正确检查引擎旋转方向的地方 其实是后端 也就是飞轮那一端 但是不可能我为了确定转向而把整个引擎拆下来为了看飞轮旋转 对吧 所以最简单的检查方法是找出皮带轮那端 当你看到它是顺时针旋转的话 证明引擎飞轮那端是逆时针旋转的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逆时针 顺时针旋转的原厂引擎主要有 2000年以前的本田四缸引擎 1960年后置引擎的Chevrolet Cova引擎 Voisin和Citron前轮驱动 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法国汽车引擎 2000年前本田的引擎是世界中的奇葩之一 我们说的是B series 和大部分引擎具有相反的旋转方向 当你检查引擎的前端时 是逆时针旋转的 意味着飞轮旋转的方向是 顺时针 这和大部分逆时针旋转的引擎 完全格格不入 在2000年以前 横向安装的本田四缸引擎 主要被制造为顺时针旋转 但是从2000年的Cat Series Dodge 本田引擎开始 所有北美生产的本田汽车引擎 都是逆时针旋转的 如何让他听话的往一个方向运作呢 这是因为马达发动引擎时的一个惯性动力来的 马达把飞轮转起来 不管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当控栏比稳定了以后 引擎自然就会随着这个惯性动力继续运作下去 直到遇到突然的阻力 破坏了引擎的运作平衡 导致引擎突然熄火 本田使用顺时针旋转的引擎 早已违反了普遍汽车引擎制造商的标准 为的就是要 简易化前轮驱动变速箱的内部机械结构 因此达到轻量化 偷轻 具有传奇色彩的高性能天才 Smokey Unix 曾经把他的赛车引擎经过机械加工后 以顺时针旋转 从而在赛道上获得了优胜 Unix是纳斯卡相关的美国机械师兼汽车设计师 此外 他的团队中有50名著名的车手 赢得了5次戏场比赛 其中包括1911年和1953年的两个冠军 1990年 他入选了Motorsport Hall of Fame 我对这位伟人十分感兴趣 所以也自然的翻查了一些关于他的名言 名言来自当时他正为纳斯卡 当设计兼机械工程死的时候 这种旋转的想法 是当你加速时 重量会落在左前和左后方 并将重量从右前方拉开 这会将重量更均匀地分布在车身上 从而增加了前方的侧向前引力 使得你跑得更快 Smokey Unique 在自他的书 《正上最好的车库》 第二十二页 这是他为纳斯卡前置引擎 后轮驱动赛车做出的一个成就 对于动力学非常了解的他 在Jim Rudman车上 加装唯一不止永远影响了 仿城市赛车 还在纳斯卡历史下 他写下了他的传奇记录 如果大家对这位伟友人有兴趣 想了解更多的话 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在某些大型的V8双引擎船上 我们叫这些引擎为Marine Engine 一台引擎顺时针旋转 而另一台就逆时针旋转 工程师这样做 是为了让那个螺旋桨 彼此相对旋转 从而使船直行而不会转向一边 如今几乎所有的内燃引擎 都是属于逆时针旋转的 但问题来了 身为救援员的我们 在设定TDC的时候 允许我们把引擎顺时针旋转吗 答案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通常旋转的是曲轴滑轮 还记得我刚开始有说过吗 很多人经常会误会 引擎旋转的方向 如果我顺时针旋转 曲轴滑轮等于飞轮 逆时针旋转是一样道理的 其实在手动操作情况下 引擎的旋转方向不会带来任何影响 所以只要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旋转的方向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是你夺心了 同时 这个也是你最想知道的答案 为什么引擎制造标准 设定为逆时针旋转呢 大概是因为我们都 以顺时针的方式旋转 曲轴滑轮吧 就这样 既然你已经看到这里了 这面小就我已经生活了一半了 别忘记订阅按照和分享哦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意见和idea 感激不敬 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卫生亲戚手 出门戴口罩和多喝水哦 晚安 请大家别忘记订阅一下